你看整個字歪掉 沒有站穩 你看我寫齁 有沒有注意看 所有字都要平均對稱 那這個字我也是直接看到才寫 我根本沒有時間作弊 先看 這裡太弱 這裡不夠瘦長 所以這四個又要小一點 然後整個空間佈局可以再高 然後整個寫小 往上 輕一點 但是每個筆畫之間還是要輕重 這個有字就要寫稍微大 但是不要太重 這應該要有三橫才對 然後這裡欠就可以拉長 尤其這隻腳 拉長 然後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往下拉 這本身就是結構很難做 除非這裡可以寫再扁一點 這個什麼字我也不知道 布 右邊太長 切 輕一點 重一點 底部也要重 不能弱掉 點也要重 好 機 你看這裡少一塊 小心 這裡 不要太大 那中間要預留空位 那兩邊兩個大小不要差太多 而且你寫度有點過大 先寫左邊走下這裡 當然這裡有好幾種寫法 好 再寫這裡 平衡 撇 在一個清晰的一個點就可以了 再來 竹面 不太穩 嘴不太穩 輕一點 重輕重 拉長 這頭不要太大 這頭不要太大 好 這皮細長一點 不要太重 這時候 底部要稍微重 但是太重了 好 這隻蟲 位置要擺好 影響到平衡感 你的蟲太裡面了 這裡鬆掉 就又不穩定了 滅 筆畫 有的太重 三間水都太重了 好 裝飾不要 弱掉了 斜度做出來 輕一點 裡面空間那麼大 不要斜的這麼擁擠 裝飾 加壓 挑 心 重 心 點 你看有些點都太大 所以整個呢 你就去看這平衡感覺 多看幾次 然後也要再多練幾遍 不要看過就算了 用考試搞不好 寫錯了 要再特別去注意 好 其他呢 我只能大概 像這一個 結構 小心 這太快了 然後這裡很擁擠 這字不要寫那麼擠 就跟剛剛這個一樣 或者焦 嗯 寫到這邊 有點 字變太小 我覺得你太快了 你應該去擠字 即藍挺人 你電腦那麼強 一定有辦法 比如這個潮汁頭 是應該要 把動作做完 我現在感覺就是 動作沒有做完 你就過去了 像你看我寫這麼快 其實很多動作都有做到 但你沒有做到就過去了 我再留意一下 再留意一下 谢谢观看